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年的清明连甲从4月4日到4月8日长达5天,加上是绿色博览会活动期间,返乡或出油花莲车流孔塞报,苏澳镇长陈精灵表示,请驾驶人配合行车分流。 根据联合报报道,去年清明节连甲从国武下苏澳交流道车流庞大,全塞在要上苏花公路前的苏澳镇市区交通大打劫,苏澳镇长陈精灵表示,去年10月苏花公路前段的南澳平交道已经改成高架化路线,不会因等火车经过时的车流大回堵, 且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段已通车,如驾驶人都能配合行车分流,苏澳镇市区不至于大塞车。 宜兰警方表示,下国武苏澳交流道后,路旁有交通指示标志,路面也有交通追,请驾驶人配合分流行驶,尖峰时段警察也会在场指挥交通,以力化解庞大的车流。